欢迎来到今天的看板人物 他是台湾热爱登山的山友 都非常熟悉的国家级的向导杨伟仁先生 2006年杨伟仁做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决定 他离开了好多人羡慕的台北知名 高科技公司工程师的职位 挥别了那个让他觉得自己快要爆肝的人生 转入这个从山峻岭环抱的山林 一落脚就是十年了 在这十年之中 他来来回回古道 把自己缩得很小很小 但是呼吸完全不同的辽阔空气 新进的世界却因此变得很大很大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山林 也进入雪八杨伟仁的内心世界 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来走古道的时候 我就会在这个地方躺下来 带着水神厅听个音乐看看天空 在这边吃饭也餐的 可以听得到巴达港戏的沉沉的溪水声 人人军门帝尔卸行 自始至终不敢言语 就是指这个地方 就是几根木头用铁丝 所以宽度是我们这个大概二分之一 只有这样子 对所以当初日本警察跟原住院过 一定要抓着原地 跟螃蟹一样卸行而过 因为它这个背后也就是垂直的缺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追陆大段海拔是750公尺 大概是台北101再高200公尺 最宽只有90公分而已 所以这也是越惊险越吸引你 是是是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走陡坡了 观众朋友要在电视机前面坐好了 让看板人物的团队 特别是在雪巴伟人的带领之下 我们开始进入 现在是海拔240对不对 待会我们会直上海拔750 让我们一起走追陆古道 走 好 一般人走这一段 抖坡大概要走多久 正常讲大概30到40分钟 30到40分钟 是是是是 所以我们现在才刚开始就对了 对对对 这一段还算是小case 没什么 对对对 这会比较辛苦一点 这个是古道 不是登山践行步道 所以要心理准备 奇怪我才刚抬头 我们的雪巴就已经不见了 箭步如飞 这里没错吧 随随雪巴伟人的背影前进 他说这个是清朝的古道 直上直下 是做奥迷 他会做阶梯耶 传递消息传书用 前面日本人修的古道是平行的 是做载货用 希望很快会看到 好我们现在终于很辛苦了 走到这个一公里的巴达岗 是我很辛苦了 伟人是剑步如飞 好那我们这边呢 这巴达岗它的生态很丰富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 这边有只祖妈妈 是她正在下软 而且正在保护着她的那个小孩子 原来是全身 全身这样包住盖住 这边可以看得很清楚 是 那我们呢 常常说要鼓励年轻人呢 到古館来走一走 那这个大自然中呢 就是一个生命教室 对 可以让年轻人呢 可以更了解生命的珍贵 伟人你刚刚提到年轻哦 你那时候 呃什么时候到台北去念书 然后我知道你那时候 刚进台北去的时候 你就不是很喜欢 你小时候在屏东潮州长大 是是是是 啊 因为刚到台北的时候 确实是 并没有那么适应 啊 专科的时候 对对对对 是是是 那乡下小孩子嘛 以前都是在大自然中长大 那那到了这个车 车吹马龙的台北呢 确实是有一阵子的 适应期 对对 是 你适应期比较不开心的地方是哪里 是觉得没有地方可以走走看看 还是你整个人会觉得好像没有跟你亲近的山或海 主要是因为可能第一次乡下小孩子嘛 到都市嘛 那这个都市比较多这种人工的东西 那可能刚开始呢 比较没那么习惯这个都市的生活 你第一次来花莲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看到花莲的山 我花莲的时候是 我当兵的时候 当兵的时候 也是海军嘛 那我们汉光包也是呢 军舰到华莲港来 那我们放下班呢 跟学长呢 就搭公车到这个泰鲁格 那就喜欢了泰鲁格 那也埋下了往后呢 到华莲来生活的这个种子 这样子 那手第一次看的感觉是什么 啊 应该想说是 啊 柳老老金大臣 哈哈哈哈 对这个 因为泰鲁格这种小谷地形 就是第一次 每一个人到这个泰鲁格 一定被这种 险峻的这种峡谷地形呢 所吸引 那我也不例外 第一次接近泰鲁格呢 就被这个泰鲁格这种 壮阔的这个峡谷地形呢 所吸引这样 那你是大概在工作了多久以后 我说你几岁的时候好了 你开始心里开始有一个念头 有一点想 嗯 辞掉工作辞掉工作 就是想回到有山 有高山 有大自然的地方 那时候大概 这个念头在你心里几年之后 你就真的辞职离开台北 我在2000年呢 因为就想要到花莲 但是因为那时候 一直很担心就是 来花莲 这个工作要做什么 因为以前在科技公司 毕竟薪水还不错 那到花莲来可能就是 全部都要放弃掉 那在台北已经 犹豫了两年的时间 那都一直果足不前 那到了SARS那一年呢 就决定呢 就到花莲来 那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或者是 你知道自己已经想了两三年了 所以觉得应该做个决定 因为我觉得 一直在台北 一直在那边犹豫 犹豫不前 也不是办法 就是每天心里面都会想着 对对对 因为这个花莲 新来我花莲这个念头 一直越来越强 对对 那最后呢 我就是SARS那一年 就决定就来花莲了 那因为刚来花莲 花莲的事业率很高 所以我大概前三年来这边 大概就是没有工作 我是专心的在拍照 那摄影也是我第三个工作 所以前三年都是在花莲这边 到处走走这样 那有人会想说 一般人会想他喜欢山林 喜欢大自然 会想把自己的体力 培养得好一点 然后退休以后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是 可是你有没有把那个时间 延到退休以后 没有没有 因为我觉得 就是不能再等了 因为生命青春有限 所以我就决定 就还是来 我就还是 船到桥头自然自然 你来这个地方之后呢 就会找出一个出路 看伟仁讲了就很有道理 他说青春有限 所以要趁有体力的时候 往高山去 青春有限 我们赶快再往断崖走 走 好 伟仁带路 我们走到这边 雪八伟仁说一定要停一下 因为这个柏坎 有好多故事可以说 好 那我们刚刚很辛苦 走到一公里了 终于拿到门票了 那刚刚前面那公里 都是阶梯 其实都不是日本古道 日本古道的第一个证据 就是柏坎 那柏坎你注意看 它是石头跟石头堆叠起来的 它并没有用水泥敷起来 那主要呢 是为了适应我们台湾的这个山林 这个雨季 这个0116 注意看 我们这边刚好是一个斜坡 那下雨的时候呢 它这个雨水 会从这个缝隙排出来 OK 波卡 第二个就是九坪 第三个就是艾子 那个高压电台上的绝缘体 那个艾子 那这三个呢 是拿来判别的 这个是日本古道的第一个证据 那那个日本古道 跟青藏古道它的差别性呢 是在日本古道它有运输的需求 像之前啊 还没有太鲁格 1914年呢 太鲁格战争呢 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 它前四年都在做准备 要拉大炮啊 补给啊 所以你注意看 我们日本古道它的寝学力呢 不会超过10度 然后它的宽度呢 大概是1米6到1米8 对 然后都是沿着等高线 是相同的高度呢 我们叫等高线 这样子呢 它才可以拉大炮 或者是说 做补给啊 看我们这个 这个古道呢 到今年呢 已经是99年了 都还在啊 没有摊掉的 那因为古道它是生态工法的施作 所以呢 一定要有人呢 藏在上面走 因为它是石头跟石头呢 都会叠起来 嗯 所以一定要呢 有人在上面走的话呢 它有向下的硬力 所以伟仁你 从开始当向导以后啊 你怎么样 你花多少时间 用哪些方式 然后不断的去充实你自己 呃 对于古道的认识 然后对于包括这些自然工法 对于气候 对于山林的知识 是 啊 因为古道啊 它是 古道不是登山大号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就是说 大家来走古道呢 嗯 一定要慢走 然后要了解这边的历史人文啊 啊 当做走古道呢 是一种享受啊 不要说只是来 走过去 或者说 只是为了要攻顶呢 就这样匆匆来回 哦 所以走古道它的态度是 你不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爬到一个最高的制高点 然后来证明你自己的体力 或者是 嗯 证明你的登山技术 而是要走在这个古道里面 听这个古道 他想跟你说 是是是是 对 因为古道 它是很多历史人文的故事 故事在里面啊 其实像 有时候你找自己一个人啊 在这个古道上静静的走啊 找一个快地方呢 坐下来呢 你可以静静的啊 听呢 作传的一些大自然的声音啊 比如说山峰啊 或是蟲鸣鸟叫啊 甚至你可以冥想啊 去想像以前 一百年前呢 日本警察呢 还有我们新古的原住民呢 在这条古道上呢 他的行走呢 他的达达的那个脚步声啊 其实你都可以 都可以去遥想到啊 原来走古道 最需要力量的不是双脚 是我们的心 是是 好我们再往前咯 好 接下来走的就是日本古道了 对 这一段就是日本古道 然后也比较好走啊 对 好 我给你 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到这个八大港了 好好 上面的景致完全不一样啊 是 不同的高度 那这边呢 以前呢 这边以前呢 这边以前呢 这边以前有警察局 有 Club Club 还有学校啊 小学校 那这边将近大概以前 大概有五六十个日本警察 也驻扎在这个地方 对 那这边就是一公里了 一公里了 这条路整理得非常平整 哇 今天的山栏好美 好 那这边可以看得到 以前都是房子 对 我看到这两个门柱 是 应该是可以对照以前 是大门 这个地方呢 这边是八大港的景观住在所 那 可以看得到 上面呢 有个钉子 那这个钉子呢 就是当初挂这个 这个招牌的地方 那上面会写 华联港厅 沿海之厅 然后日文呢 是八大港的景观住在所 那可以看得到 这个有赛的一个痕迹 那个木板的痕迹 可以注意看 那这个地方呢 除了警察局之外呢 也有club 这边总共有四层平板 一二三四 我们第一平板上面呢 以前有一个club 还有一个小学校 小学校呢 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那个校门口 那个柱子 看到了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在那个时候为了管理 在太鲁阁这个山上 大概三千多名原住民朋友的 日本人他所派驻的警察 在这边的人数大概有多少 在文献上面 文献上呢 估计大概是有将近六百多个 对 总共有四十二个警察局 对 那大概每隔八到九公里呢 设一个 像我们侯湾山啊 你常听到的像渊峰啊 那个以前呢 都是警察局 还有像侯湾山庄啊 它那个建筑架构呢 都是以前的警察局的架构 所以我们走古道 环顾四周 而不是急着一直往前 才能够在这边 跟古金河为一嘛 是是是是 把古道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活生生的 很特殊的时光隧道 是是是是 好 那我们再到往上面看 雪八今天山里的湿度很高齁 你看那大概多少 是啊 今天那个湿度还有百分之八十喔 所以很闷喔 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到那个巴塔港了 那我们现在站这个地方呢 是第二平台 第一平台呢 以前呢 在上面 它是club 就是喝酒跟住宿的地方 对 那后面呢 这个地方呢 是以前的警官住在所 嗯嗯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 都只剩下水泥的遗迹 已经看不到这个房子 那主要是因为喔 以前呢 日本的房子呢 它是木造结构 它不是用 快木喔 不是用虚弄去做的喔 那是用山木呢 所以山木呢 没办法承受 七八十年这么久喔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天然暗灾害喔 花莲呢 地震台风多喔 所以这个 这个木头呢 就没办法承受呢 就会坍塌 欸 所以像你这样子看啊 就像水泥的遗迹而已 你自己如果没有在带游客的时候 你自己来古道喔 是是 你大概最喜欢 最享受的部分是什么 像平常呢 我没有带堆的时候 我也会 一个人喔 来走这个古道 那我走就更慢啦 那因为我 我就是沿途呢 会更细心的观察一些 有沒有一些昆虫啊 所以在这边呢 都发现到以前 很多特有种的 的一些植物 对 它就是 会有时候会带的 这个 午餐呢 然后就在那个 巴达嘎呢 二号桥那边呢 就可以躺在那边 一边吃饭呢 一边 躺下呢 看着天空 听着吸水声 可以睡觉喔 也可以 冥想喔 听听大自然的一些 一些 熟米鸟这样 这个 它不是沿途都有这个护栏喔 对 像有些有居高症喔 它都会讲 为什么你全线都没有 绑这个护栏喔 嗯 它 是希望 不要放太多人工的东西 不是因为 太晚就看它不做喔